那廉價除了可以出去玩呢 許多人也會趁著這個時候呢 來以美人所陣型 讓自己煥然一新 所以今天這集呢 就是幫大家整理出一個 請假變美的一個攻略 幸福一次 幸福一世 大家好 我是精華醫美的張榮甫醫師 那說到今年2023年呢 其實真的是廉價超多的一年 像是光連續三天以上的廉價就有九個 甚至網路上還有人提出一些 請假的一個攻略 教你怎麼樣請一天天的假 就可以讓你達到一個很長的一個假期 那廉價除了可以出去玩呢 許多人也會趁著這個時候呢 來以美人所陣型 讓自己煥然一新 所以今天這集呢 就是幫大家整理出一個 請假變美的一個攻略 那其實請假與否呢 主要就是關系到 欸 你做的項目啊 是不是需要一些術後的一個恢復期 像是海飛秀啊 換孵酸啊 其實這些療程都是沒什麼恢復期的 尤其是 欸 我們在經過三年 長期的戴口罩之後啊 常常有一些肌膚就容易敏感 甚至有容易一些 長痘痘的情形發生 所以蠻推薦大家把這個療程 就當作一種包養 每週啊 甚至每個月啊 其實都可以來診所 來做進行這些療程 那另外很多人其實在這段時間啊 都會有一些毛孔粗大啊 和痘痘的一個問題 甚至有一些 欸 比較長久的痘痘 就會形成比較深層的痘疤啊 或是一些色素沉澱 其實可以透過單純的一些 雷射的一個療程 就可以達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改善效果 那如果針對一些斑啊 可能剛打完會有一些小結痂 通常在一週之後呢 也都會慢慢的淡化掉 那後續保養呢 其實只要注意 欸 皮膚的一些保濕啊 和防曬 所以通常不需要什麼 額外的一個恢復期 也是一個不用特別請假 就可以做的一個醫美療程 那再來呢 近期最多人其實找服醫師做的 就是做一個電音波的一個拉提 那電音波拉提呢 和其他拉提的療程 比起來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術後完全幾乎沒有什麼恢復期 而且呢 它不需要在臉上造成任何的一個傷口 所以它是一個不需要請假 就可以做的一個醫美療程 那電音波最大的好處呢 它就是可以緊緻 拉提我們這些鬆弛的皮膚 而且它同時可以減換你的老化 也可以撫平你的細紋 甚至也可以刺激一些 深層的膠原蛋白的一個增生 那其他像是肉毒感菌啊 我們可以這樣來注射瘦小臉啊 或者是改善一些 魚尾紋 抬頭紋 皺眉紋 這個其實也都是不需要什麼恢復期的 那像是玻尿酸的注射啊 譬如說想要注射在 腹氣功啊 臉頰啊 甚至鼻子 嘴唇 下巴 這些部位其實注射完 也都沒有什麼恢復期 只有一個很小的針孔 也不太需要照顧 這都是可以 誒 不用請假 就可以來施作的一些醫美項目 那很多人會想說 誒 像是眼袋啊 雙眼皮 這些都算是手術嘛 是不是需要很長的恢復期 才能恢復到自然 那我們先提一下眼袋手術 眼袋手術 我們的手術方式呢 我們是內開 也就是從眼檢的裡面啊 去做這個眼袋的一個手術 它的好處第一個就是 我們外面不會留下任何的疤痕 所以你手術完也不用擔心 誒 外面會有傷口被人家發現 而且我們眼袋手術的方式呢 不是單純把眼袋的脂肪拿掉 我們是把眼袋的脂肪做移位 那我們眼袋移位呢 會把眼袋的脂肪 同時鋪在 誒 淚溝凹陷的地方 所以就可以一次性的去解決 你淚溝凹和眼袋腫的一個問題 那通常手術後大概就是 前兩三天啊 會特別的浮腫 之後就會慢慢的消腿 也會越來越自然 而雙眼皮手術呢 我們是採用五點連續風法 那通常它的這個腫上級也是很短 通常也大概就是術後兩三天 那有的人會容易瘀青 那有的人甚至沒有瘀青 通常大概五到七天 其實就可以達到一個 蠻自然的一個效果 那就算有的人想要 雙眼皮啊 跟眼袋同時施作 其實也是OK的喔 兩個手術同時施作 其實並不會加強你的一個恢復期 其實反而是會縮短你的恢復期 因為其實你看 如果你做一個手術 就休息一個禮拜 那是不是做兩個手術 就要休息兩週 那假設我們 咦 兩個手術一起做 那其實是反而是縮短你的一個恢復期的 那通常做完這個手術啊 我們通常都是手術完的三天啊 會墜腫 之後咦 就慢慢消腫 越來越自然 所以大部分我們的客人 都是手術完休息個兩三天 咦 就可以正常的回去上班 那其他像是一些身體比較大型的手術 譬如說像是龍乳啊 抽脂啊 甚至是腹部拉皮這些 那像是這種需要拆線啊 或者是手術完 比較會容易有一些瘀青啊 和腫脹的一些大手術 建議啊 可以搭配像是 咦 勤兩天就可以休九天的 這種廉價期間來施作 當然第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讓你的身體 可以得到很好的一個修復 那第二個好處當然就是 咦 廉價完就可以得到一個 煥然新的自己 那如果大家還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給我喔 也別忘了 對我們的影片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集見